9点30分疫情不断更新 大家在等五年假尽量宅在家里面 但是就是有不得已一定要出门 回家以后别以为只是换衣服洗手这样而已 皮肤科医生也建议请遵守八步骤 让病毒来远离你 我们来看到这八大准则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就是把自己当作是有病毒的 因此门外的手把你就放酒精 先消毒手跟门把 然后再开门 全身消毒跟包包再用酒精消毒手机 然后这个口罩就拿去垃圾桶去丢弃 再来你就使用肥皂来洗手 然后换一下外出的衣物 最好是洗澡洗头 因为你特别注意 头发也是常有病毒的 至少错了大概是二三十秒才可以冲洗 洗完澡之后再跟家人放心的接触 是比较保险的 好 虽然是不要随意的外出 但是爱跟热血还是不能断的 目前台湾面临了缺血荒 艺人唐正刚他昨天就把自己全身包紧紧 戴了这个口罩还有护目镜 他去捐血了 好 他跟大家说 只要防护好自己跟现场的医护人员 跟环境的防疫 绝对是让人家安心又安全的 而且还喊话 拉起我们的袖子 捐出你我的爱跟热情吧 最近这个菜价涨翻天 像是青江白菜 至少涨一倍 婆婆妈妈想要省钱的 那么可以参考一下 宜兰跟新北合推的防疫蔬菜箱 里头有13款农产品 甚至有葱抓饼 还有葱线饼 甚至还有苏澳很有名的鱼菜 像是青鱼片 鬼头刀 金苍鱼 还有在地蔬菜 这个价格大家很关心 大概就是699到1500元不等 那么想要吃海鲜的呢 其实富鸡 鱼港也推出了 防疫的海鲜套餐 那么有三点蟹 套鸡 丝斑鱼 龙虾等等 你要多高级就有多高级 甚至还可以客制化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了